哈喽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下iOS 16的新功能 就在昨天WFDC上面发布了最新的iOS 16 不过它还只是一个测试的版本 就是它实际上正式的这个可以更新的 应该是三个月之后了 那今天我也特地先下载了这个测试版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上面有哪些新功能 另外一个WFDC上面大亮点 就是推出了搭载了M2晶片的MacBook Air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 好了那现在呢就进到我们本频道最多人 瞩目的这个主题也就是iOS 那这次iOS呢其实我觉得变化不大啦 只是在锁定画面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整个改头画面了有没有 我们等一下会实际讲到 可以带到实际操作的画面 那iOS除了锁定画面大改之外呢 像是有讯息或是邮件的新功能 还有相簿跟相机的文字辨识 以及翻译功能的加强 当然它还有更多啊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提到 那首先第一个要提到呢 肯定就是大家最有感的锁定画面咯 这一次锁定画面变成什么样子呢 它的原理就是Apple Watch的表面 就是现在你只要长按这个锁定画面 它就进到这个编辑的界面有没有 就跟Apple Watch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你可以有很多个锁定画面 我就可以去设定说不同的风格这样子 那大家看到呢点进来上面会有三格 长条状有没有 它每一格进去都可以选不同的小工具 或者是更改你时间的样式这样子 像是第一格日期里面呢 你可以去选你想要的小工具 或者是第二格呢 它这个时间它也是可以点进去去修改 你要的字形或者是颜色 那第三格就比较特别啦 这一格呢就是可以放你自己想要的小工具 它总共呢有四小格 也就是说你以后在锁定画面可以看到东西有更多了 像我自己呢非常想要的就是天气 因为我每次看天气一定要滑到桌面 那现在不用 你只要在锁定画面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今天会不会下雨这样 那除了小工具这个特色之外呢 我们来新增一张新的这个锁定画面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现在呢预设非常非常多的主题 那像是地球我就蛮有趣的 因为地球是之前就已经曾经出现过的主题嘛 就是很久以前的iPhone就有这样子的主题 那我使用了这个主题之后呢 我的桌布会一起也变成这个地球的主题喔 就是一套的 所以就还蛮酷的这样 而且它好像会侦测你的地点喔 就是你今天在台湾的话 它地图上面显示的地点可能就是台湾 然后呢在发表会上面 他们也有讲说就是不同的这个锁定画面呢 也可以搭配不同的专注模式 例如说你今天切换到工作模式的话呢 你的锁定画面就可以跟着改变 然后上面的小工具呢 跟日期显示的方式也可以跟着变 然后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锁定画面的桌布 如果你设成有人像或者是动物的话呢 它会自动去抓取那个动物喔 例如说现在大家看到桌面上这一只是我自己的猫 然后它就会去侦测这个猫的轮廓 然后它就会带出一点就是好像这只猫在前面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遮到这个时间这样 那提到锁定画面是不是就一定要提到通知中心呢 现在通知中心呢都是在下面咯 你所有通知都会从下面上来 那我自己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疑惑 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个相机跟手电筒也设成自定呢 我觉得蛮怪的 总体而言呢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锁定画面的新功能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啦 但是要说这个功能是不是真的很有感 我觉得倒也还好 下一个要讲到呢是很多人就已经敲碗很久 就是iMessage现在可以修改跟收回你之前传送的讯息咯 虽然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见怪不怪 因为Live本来就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然后之前的iOS15不是有跟大家介绍过SharePlay这个功能吗 就是大家可以在视频的同时一起观看电影或是听音乐之类的 现在呢你可以直接把那些看电影或是听音乐连结丢到iMessage里面 然后当对方有时间的时候再点开iMessage 加入你的电影或者是音乐聆听讲 下一个呢是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邮件的新功能 近期呢我非常常使用MacBook或是iPhone上面的邮件 那有一点不方便的呢就是我觉得它的功能还蛮养纯的 那现在加入了这些功能 我觉得它使用度又会大大增加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的邮件 现在可以排成寄出楼 就是你可以设定邮件什么时候寄出 甚至在它寄出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 你还可以把它收回来哦 这一点呢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你就是会CC错人 或是CC到一大堆人 或者是里面光是开头的姓名就写错 这么丢点的事情呢 当然一定要有收回功能啊 那除了收回邮件之外呢 现在这个邮件还可以提醒你说 你这个邮件里面是不是一定要附上某一些附件 你才可以寄出它会提醒你 另外呢还有两个非常实用的私人秘书功能哦 第一个就是重新显示过去的讯息 例如说你这封邮件并不是现在要处理 可能是两个小时之后要处理的话呢 你可以要求邮件在两个小时之后再一次提醒你哦 然后另外一个功能呢叫做Follow up Follow up是一个追踪建议哦 就是它是自动行程 而且它还会自动提醒你 你不用自己去设定 然后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搜寻功能 现在也升级咯 现在在搜寻栏呢 你只要点进去就会马上看到过去所有的对话内容 还有过去的所有文件啊 或是相关资料一目了然 我觉得这个功能有点像是iMessage的查询功能 或是备忘录的查询功能 因为有时候你点到那个搜寻栏 它就会马上把最近传送过的档案 就是排在最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的功能 这样子讲完我其实自己还蛮期待邮件的升级的 因为听起来真的还蛮好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邮件这个APP呢 下一个呢要提到圆框文字跟图像查询的功能 之前iOS呢就已经有推出过这个圆框文字的功能 那现在又更上一层楼了 就是现在呢你只要在播放影片的时候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停下来 然后直接点击它去翻译 那除了翻译呢 一些基本的功能像是剪贴等等的都是没问题喔 然后不知道大家知道相簿 现在其实它是可以辨识图像的 就像是你如果在上面打海的话 它会把海相关的所有照片都显示出来 那现在这个功能也更上一层喔 它可以辨识更多的昆虫啊或是动物等等的 但是物品的部分它现在还没有辨识 因为我今天早上有测试过它可不可以去侦测AirPods 但是没有办法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酷的新功能 就是现在在相簿里面可以直接抠图喔 就是你只要打开相簿然后去长按人像或者是动物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浮起来了 那浮起来可以干嘛 你可以把它拖到其他的程式里面喔 是不是超酷的 那像WLDD上面它们就有示范说抠下来的图可以直接在iMessage里面传送 但是在LINE的部分我现在是还没有测试过 以后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不同的APP 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个抠下来的图贴上 这个功能真的非常强大 像是平常我们要去背的话都一定要用PS对不对 或是下载一些APP 然后这边去老半天才可以去背 但是现在呢你只要一只手指头就可以去背了 那我现在快速讲一下其他可能比较少人会用到的功能 像是Safari呢 现在有一种数位密钥就是它是可以取代传统密码的 然后它非常的安全它们据称 当然呢要使用这个密钥一定要有Face ID 或是Touch ID的生物辨识 不过详情它要怎样取代现有传统的密码呢 也是要测试后才会知道 另外呢他们还介绍了一种就是家人共享的相簿 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困扰 就是每个人都拍了一点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统合在一起 那现在呢在iCloud上面就有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你们一起开一个相簿 然后把你们今天出游的照片的全部都丢进去 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下载啦 接待欢喜 那下一个呢就是iPhone上面的听写功能大升级 不知道有没有在使用听写的观众呢 现在呢听写可以搭配键盘同时使用 就是例如说你先讲一段话 然后你想要用打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开始打 它的键盘是不会缩进去的 也就是说你的听写呢 现在可以跟打字完全无缝接轨的结合了 那其他呢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更新像是Apple Pay啊 台湾比较用不到的一些功能 还有Coreplay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再做影片来跟大家另外提 不过现在呢我们要进到下一个主题 就是M2的MacBook Air喔 这次推出的这个MacBook Air呢不用多说 当然性能又更强啰 它针对媒体处理啊 或是ProRes影片的这个剪辑呢 能力又更上一层楼了 那除了M2晶片这个大亮点之外呢 它的外型这一次是重新设计的 那虽然说是新设计其实也不行啦 因为它跟去年推出的MacBook Pro长的是一模一样 它只是变得比较薄而已 因为去年像是我买的这一台啊 给大家看一下呢 我这一台是去年推出的MacBook Pro 14寸喔 那今年的Air呢是13寸 所以整体看起来会比较小一台 然后萤幕看起来也会比较小 但是整体的设计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它都是这种圆边 然后它的这个底盘呢是直条状的 Air呢主打轻薄的这个款式 当然它非常的薄喔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上网查 这一台MacBook Pro它的厚度是16公里 就是16mm 然后今天早上推出的这个Air呢 它的这个厚度呢是11点多公里 所以就是非常的薄这样 那在外表的部分呢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接孔 这一次它的充电呢 是采用了MagSafe的充电孔 然后另外呢它还搭载了两个Soundable的接孔 所以我觉得这台Air呢 其实是可以满足大部分的人的需求的 除非你今天要剪4K影片 或是处理一些非常难的软体或者图像之类的话呢 它如果会发热你可能才要比较注意一点 也顺便讲一下MacOS好了 接下来的MacOS呢 它的这个桌面呢会新增一个功能叫做目前调度 这是一个怎样的功能呢 就是现在你的桌面呢 在左边的部分会多出一些小小的图示 它会显示说你现在有哪一些视窗是开着的 等于是一个你视窗的预览图嘛 类似那种感觉 然后如果你今天是在处理某项Project 或者是工作项目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些小小的视窗拖在一起 把它设定成一个群组 先说呢我自己非常期待这个功能 因为我自己MacBook有外接萤幕嘛 那有时候真的很多个桌面 我就不知道我现在有哪些视窗是开着的 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呢 它会把所有的缩图都显示在左边 我就可以很快的把那些视窗叫出来这样 然后下一个呢要讲到MacOS上面另外一个功能 叫做接续互通 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呢你可以在任何的装置上面 把你的FaceTime移过去 然后你也可以把不同装置当成你的这个视讯镜头 例如说iPhone 在这个打把手机上面呢 他们就有示范说你可以把你的iPhone 把它放在那个MacBook上面有没有 然后它就可以当成视讯镜头 MacBook自己就有视讯镜头啊 然后他们有就是展示一个新功能 就是如果你把iPhone接在你的MacBook上面的话 它可以拍到桌面 它可以撫拍到你桌面现在手在做什么事情 如果他们有推出那个挂钩的话 我一定第一个买来测试我告诉你 等之底下我们现在呢先进到WatchOS跟iPadOS 这一次的WatchOS呢更新也不太大啦 主要就是体能训练跟睡眠 睡眠功能的升级 然后另外呢它健康里面现在加入了这个用药功能 就是你可以记录你现在正在使用哪一些药物这样子 然后在iPadOS上面的感情呢 其实刚才在iPhone上面都已经讲过了 像是讯息啊或是邮件 甚至是这个FaceTime的新功能 在iPhone上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到令人非常惊喜的地步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WFDC你最喜欢的功能 或者是你喜欢MacBook Ear吗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 或者是接下来呢 因为我已经下载了这个iOS16的测试版 如果大家有想要我测试什么样特定的内容呢 也欢迎告诉我 那接下来我有发现哪一些新功能 我也尽量的可以把它做成影片告诉大家 像是我今天早上马上就发现它 这个iOS16里面的捷径呢 就已经多出来一个新功能 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直接使用 call to的这个功能就是去备 所以就是还蛮好玩的 接下来应该可以做一些教学 就是把它弄出一些新花样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呢WFDC介绍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内容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接下来呢 我也会推出很多iOS16相关的测试影片哦 所以大家就是敬请期待吧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